一人艾成17号上午10点左右 传出在新北市卢州捷运站 供购大楼坠楼的消息 坠落的地点在3号出口处 传出他已当场身亡 向年40岁 警方接获报案已抵达现场 详细的状况仍有待厘清 两个月前艾成才出席活动 开心宣布自己的品牌 将和锅烧面店做联名 现场还煮面给大家吃 当时还感谢因为有老婆的促成 才得到合作的机会 如今却传出不信的消息 据苹果日报报导 王瞳接获艾成坠楼消息 整个愣住不再出声 接着手机便断讯 记者再拨电话已无人接听 而艾成两天前在脸书最后的发文写着 艾成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并附上自己的自拍照 如今却成了最后身影 也让人相当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